跟劇主到金門拍攝三天兩夜 除了跟當地民眾互動玩遊戲 到了金門酒廠跟機場拍攝取景 我們帶你一起來看有趣的拍攝畫室 我們這個是經過第二次發酵之後 隨堂吳蓬鳳和周丞翰 一到金門酒廠重溫當時拍攝場景 當然還不能錯過新鮮出爐的金門高粱 看看吳蓬鳳先投場一口 這杯二鍋頭的75度高粱 讓他眼睛瞪得好大 他一口接著一口喝 就像在無限上飲 隨堂也豪邁的喝了一大口 還被劇主虧說很會喝 不要說你我這麼會喝酒的人 我還沒有喝過85度以上的高粱酒 剛釀出來的二鍋頭第一道 這個在外面你沒有這個機會 真的 不用喝多 就喝一口兩口 很快的你就可以 你沒有醉 但是馬上嗨起來 真的 那個是一種那種 非常健康的感覺 Action 喝完立刻上工 敬業精神100分 偶像劇徵混起是這回跑到金門取景 好山好水看著劇組人員拍得好開心 結果一個不小心吳蓬鳳演得太High了 發生小插曲 我們那個是道具酒 就是水 然後就是我在我一定要有一個倒的動作 然後因為是浪的所以看不太出來 然後要倒的時候 我就真的很開心這樣倒 然後就不小心倒進去 我就說慘了 我心裡面在想水塘等一下要喝到真的酒 我剛剛喝到的時候你是不是心裡竊笑 我還滿竊笑的 然後他喝下去我看他的表情就這樣 從口放大 然後我就不曉得要不要喝下去這樣子 然後他還是喝下去但是沒有喝完這樣 其實沒有很多啦 就是大概倒了幾滴進去這樣子而已 我混到就是了 對啊 可是高粱很強啊 他就幾滴混進去就是有那個味道 然後他一喝到他就覺得 然後還是硬把喝下去 其實那有時候有一點意外 那個表演會產生更自然的東西這樣子 可是剛剛真的是純屬意外 沒有真的要 真的沒有 我沒有故意要正當 小事物成為這次金門外景的意外插曲 但是也帶來加分效果 我現在走路直的嗎 有電TV 陳瑞元 杜沛 雪村之間 楊欣 新金門報道